OK 晨曦 為什麼動軟 我跟大家說 我真的是動軟界的始祖級 因為那時候動軟其實 它沒有這麼的 像現在那麼盛行 那我會去動的原因是 說妳會晚婚 晚婚到底是幾歲 晚婚的第一次 對啊 就不知道啊 可是因為那時候 真的演藝圈裡面也沒有人 就是想要去動軟 剛剛我們講說流行對不對 妳就是帶動這一股流行的 我那時候還不是 帶動流行 我那時候的社會輿論 其實是對動軟是沒有這麼的贊助 對啊 它覺得很奇怪 妳幹嘛要動軟 動軟的話 它會不會去看那個科室叫做 然後就會覺得說 妳是不是有一些影集或什麼 身體有問題 然後妳才會去要動軟 那時候是幾年前妳還記得嗎 大概六年前 那時候妳幾歲 我那時候32歲 那剛剛好黃金時期 對 然後因為我就想說 晚婚會造成一些問題 因為這一生我是會想要生小孩的 我覺得那是一個人生必經的過程 但是我不知道會晚到什麼時候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就先去動軟好了 剛好那時候參加有一個節目 然後在那個主題是什麼 然後大家講到都淚流滿面 好傷人的主題 還有嗎 然後大家就互相安慰 然後就 還要互助 我們現在也可以互相安慰 我們現在也是大禮女子互助會 我乾脆改主題好了 對 然後後來在節目的尾聲的時候 我就說 沒關係就是 雖然就是動軟這件事情 大家不是這麼贊同 可是如果有願意贊助我的 動軟的醫院或什麼的話 我可以真的就是去做這件事情 沒想到 沒想到 真的耶 節目一播出之後 就有寫信來跟我說 楊小姐就是有看到你 就是有這樣的需求 然後我們 這是醫院打來的嗎 還是 就是 還冷凍工廠啦 因為有的人看到黑影就開槍 那個平常在做冰棒的 就說我這裡可以冷凍 屁啦 那怎麼動 還是不是賣廣告 賣廣告對不對 對 是正常的醫院 不過它真的也是要動 就是你取出來軟子之後 它也是每年 你就是要放在冷凍庫裡面 然後就是 一年都要給付一個費用這樣子 對 大概多少錢 那時候其實比現在還要貴 一年要二十幾萬 宇如現在是多少 十萬 我忘了耶 十萬塊 她沒有在缺錢 她不會寄這個 大概都是十萬左右 十萬會有一個每年的保存費 大概八千 十萬是做那個取軟 對 取軟 就整個的手術是十萬 平均是十萬 可是你不能這樣算 因為有些人取一次 他軟脂不夠的話 他就是一次一次性去算 所以你取第二次 第三次他就是 打狗塵上去的 所以那種會哭著離開孕兒 就是 一顆都沒有 就是 要取軟之前 從滿驗出來的 軟潮值標很低 然後如果我們再去找 又找不到的話 他們就會很灰心 就會哭著 而且是 如果旁邊的人都是孕婦的話 那就會哭想哭 對 醫生為了安慰受挫的女性 會不會就講說騙他一下 到底有什麼 男性真的不懂 不是 你這種軟的 先安慰他一下 看不到的 看不到對不對 你看不到 用一全場唯一的男生 你講話 沒有 看不到 我跟你講 玉琳哥這種感覺 就很像你去檢查你的 那個驚蟲有沒有 他說油不動 沒有辦法讓人家懷孕 他死一死算了 其實以前 有些女生動軟的原因 崔醫師真的幫我檢查精子 因為我是跟我老婆做試管 對不對 那個崔醫師 因為權威醫師 透過顯微鏡 驚呼一聲 他說 急突變 你那什麼變形狂啊 對 真的啦 你那寄生蟲嗎 對啊 對啊 翅膀是昌寧嗎 怎麼可能啊 最好是翅膀 那時候就是說到晚婚這件事情 然後因為我真的有看到報導 就是說如果女生的軟子 真的是每一年都是以那種 衰敗的速度是很快的 然後我剛好就是看到醫生說的 那個報導 如果是35歲之後 他是就是 呈直線往下墜的那一種 對 然後就很低 然後想說天啊 晚婚的話 也太難受孕了吧 以這些因素都考量進去的話 我超難受孕的 那我不如就是趕快先把它動起來 因為你動起來之後 你以後可以真的就是像玉琳哥說的 可以用就是體外受精 就是先把它做結合之後 有備無患 我簡單說明一下 不見得專業 基本原理就是動卵 然後卵子取出以後 以前在解凍是 就是慢慢去升溫 後來發現這個方法是不對的 讓細胞受損反而更嚴重 瞬間解凍 現在是用瞬間的 你說瞬間解凍不會壞掉 不會 反而這樣才是對的 然後接著那個精蟲 精卵結合 然後讓它分裂幾天 玉琳哥 你說應該是 玻璃化動卵技術 是嗎 真的 然後它是要在 -195度C的液態氮裡面 就是讓它比較快解凍 不會傷害到卵子的品質 對 對 這樣之後它解凍之後 它的受孕率也會比較高 但是它就是必須 你就是要有另一半 就是有結婚的時候 它才可以做這件事情 妳放心 好像代理孕母 現在也是一直 這個法案在推動當中 好像也 是嗎 一直 真的 慢慢 還沒有完全合法 社會共識慢慢凝聚起來了 慢慢有了 因為以前就是這樣子 已經判到 那現在大家慢慢可以 接受這個觀念 如果大家更多人 可以接受這個觀念 這個法案可以通過的話 那也是造福很多人 是 因為現在生育率真的非常非常的低 對 不請 說說妳為什麼要動卵 好 妳不是才新婚嗎 妳就自然 妳囉 順其自然就好啦 因為我動卵之前 SENDA沒有跟我求婚 就是我想說我要用動卵來逼婚 疑卵 疑卵逼婚 人家疑卵即時 妳疑卵 那我到現在跟SENDA交往9年了 我們現在就算 妳從幾歲跟SENDA在一起 我們從 我從27歲 妳現在 現在我已經36了 青春歲月都給了SENDA 對 然後因為我跟SENDA交往 像 那時候我記得我在30歲 遇到玉琳哥 玉琳哥就說 那妳跟SENDA在一起 妳們為什麼還不結婚啊 妳那時候已經交往個兩三年 是不是可以結婚 因為女生30歲是差不多要結婚 我就說 好吧 下次玉琳哥遇到她的時候跟她講這樣 然後玉琳哥每次遇到她就說 那個什麼時候要結婚啊 早點生啊 會帶小孩子帶財啊 對 然後SENDA就說好啦 有有有 有在準備喔 都 都隨便敷衍我 把我打發掉這樣 對 每人問一次她都說有有準備 但是其實我聽在心裡 其實我真的希望她有在準備 然後我從30歲等到35歲 還在準備 對 然後我想說 那據妳所知她到底在準備什麼 我也是從旁敲撤擊知道說 她是一個其實沒有想要結婚 也沒有想要有小孩的人 我已經35歲嘛 就遇到剛剛玉琳哥說那個老崔 崔醫師 她從我30歲就遇到我 她說妳還很年輕 沒有人叫她老崔啦 都叫她崔不上 崔醫師嘛 妳不要 妳不要把玉琳哥 剝底下給她的 妳講得好像她在市場賣豬肉的一樣 她跟崔部長對不對 我從30歲就遇到崔部長 她都說妳還年輕 可以先不用來動 那到35歲 她說我覺得妳好像差不多了 妳都還沒有要結婚 那妳是不是要先來動一下 那我就跟森達說 我明天要去就是要去準備 就是要去催生那邊 就是要檢查 她說妳要去那麼遠要幹嘛 就是妳要動卵 我們有沒有要生小孩 妳動這個卵是要幹什麼 這樣跟妳講 對 然後我想說 那如果以後我想生怎麼辦 所以我還是一然決然下去 而且妳天性是熱愛小孩的 對 其實我其實蠻喜歡小孩的 因為他們家從小就開幼稚園 看那麼多小朋友 對 但因為她對小朋友會覺得 她沒有那麼喜歡 還要陪他們玩 她覺得她人生當中 她想要專注她自己的事情上面 所以那天我去高雄動卵 然後我就是去找垂醫師嘛 然後我醫生就說 那次她是沒陪妳去對不對 對 對 我就35歲下去 然後醫生就說 妳這個會很複雜 妳的程序會很複雜喔 就是妳可能 測出來的指數也很低啊 像剛剛妳說的那個 我是0.83 還沒起妳的指 對 也很低 0.83 那是1月2 0.83啊 35歲 35歲 她說妳比正常人還要低 她說我建議妳要趕快動 妳還不能動喔 她說妳這個狀況還要先調養什麼 我就把這件事情跟森達講 然後森達就說 喔 那我覺得這蠻辛苦的耶 她說妳都不想生也不想妳會 因為她說 欸 她說小寶妳這麼怕打針 然後妳要扎自己的肚子 而且妳還要千里迢迢到高雄 而且妳這個過程好像也 不僅一次可能要四五次五六次 她說妳這個來回 來回的花費很高這樣 她說妳就是先不要管這個事情 我們先自就先就是順順利利 到時候看要怎麼樣再說 那我覺得這樣不對啊 妳真的等到花兒也卸了 所以我還是去了 然後開始動卵 開始弄這件事情 但是在這過程中 我花了六個月 就是我的卵子數量很少 然後加上我每天幫自己打那個針 然後吃那些藥 然後我的體重其實是從 真的啊 因為有些人打那個針 真的會胖 多12公斤耶 妳胖12公斤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 旁邊都沒有人跟我講喔 就是我的肉 因為我其實都是有腹肌 但是我腰間都開始一直跑出來 而且妳一直以來都很瘦 其實 然後因為我經紀人 瘦到快要被鬼抓去了 他們都不敢跟我講說我變很胖 但我自己知道說 我褲子什麼都穿不下 直到一次錄影遇到乃哥 乃哥就說 若晴 妳的腿怎麼更像 就是因為因為我是嬌阿咖 但是我那個大腿已經沒有縫隙了 就是非常的胖 但是因為森達又跟我說 不會 我覺得妳這樣子挺可愛的 就是胖胖 因為她說她沒看過我 她為了不需要妳去動完 什麼回話都做得出來 真的啊 但是因為我們那時候動完就是 但是我想要瘦其實也瘦不下來了 但是也是因為 真的也是因為動軟的機會 讓我跟森達的感情變比較好 就是因為她開始會煮三餐給我吃 然後讓我的體重開始就變瘦 然後開始我們就回到很好的狀態 所以那天我會在那個 她生日的前一天我們坐在陽台 她就幫我泡好拿鐵 然後煮好飯 然後我就說天啊 今天很浪漫耶 然後我就問她說 那明天妳生日妳想要什麼禮物 她就說 對 我這時候就心裡想說 那我是不是這時候要跟她求婚 那但是如果妳要求婚也怕說 那我可以跟妳結婚或登記什麼嗎 這樣也很尷尬 那如果她說不要的話 那我要怎麼辦 對 顏面少日 然後我就想說 我要取一個遠一點的日子 我想說那我們12月25去登記好不好 她說那為什麼要在12月25登記 我說因為是我們在一起的日子 她說那為什麼不要明天就去登記 明天是一個 就是她的生日這樣比較異異 但是我聽到當下是大哭 因為我覺得很感動 就是 她因為她是一個不婚主義的人 然後她當下說好 然後就要問玉琳哥明天的行程 如果她可以的話 最後的關鍵在我身上 我如果隔天有空他們就登記 我如果沒有空 他們到現在根本都還沒結婚 對 我本來那天真的有事 隔天是有一個重要行程 沒有想到延後了 對 真的是緣分 緣分 然後因為這樣子 然後半夜還跟雨樓 借那個什麼結婚證書 就要登記了什麼 因為我們就是一切都很突然 但我覺得很開心的是 因為這個機會 所以妳結婚證書是跟雨樓借的 沒有 我證書是我幫他們做的 我也是跟妳借的 那就有一點不吉利了 我幫他們做新的 新的 新的 那就沒事 因為我那時候就想說問她 就是要準備什麼 因為我們要去登記 不知道要準備什麼東西 所以就是我們是 因為動軟這件事情 讓我們感情變好 讓我願意開口 因為我知道 以前森達不太會願意 就是比如說為我做什麼 但是我發現她願意幫我做菜 願意去學我喜歡喝的拿鐵 會去拉花給我喝 我就覺得她有改變 所以我才足夠 我私下有問她說 怎麼突然決定要結婚了 她就說 她軟都動成這樣了 這個不解也不好意思 她是因為這樣 森達至少這個負責 因為她知道妳是真的 認真的 有心的 想要有一段婚姻 因為有這個婚姻 然後順理成章生小孩 所以這個動軟的動作 對她的心態的改變 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對 感謝 允哥 感謝那個缺醫師 來